一見棋譜,馬者變明星 80後棋譜收藏家袁建偉 收藏了700多套民間棋譜 他為何對棋譜這麼有興趣呢? 聽阿馬說他以前經歷過打仗 幫外國人打工,做馬者,很慘 看到床頭掛著一幅照片 那幅照片有個女士 好像我們剛剛看到佳燕姐那樣 像明星,當時那張照片是40歲 很大的震撼,因為這件衣服 可以改變到工人變成一個明星 在他收藏品中,最古老的 就是這件20年代的棋譜 當時,類似可以說是高貴的入口貨 只有上流社會的女士才可以穿到 而這個全透視的設計 是當年更是非常滑時代的大膽 50年代的棋譜,開始流行用同款布料 配上西裝外套 裡面的棋譜,既沒有傳統棋譜的包邊 又沒有花扭扣,來落得好像西裝裙 60年代至70年代 其實受西方的音樂文化、電影文化影響 在棋譜上我們都看到分別 機可圖案、大花、改良有樂 不可以傳統棋譜的領 簡直是一個潑伸的高嶺 後面背部做開拉鍊 看到一開始在右邊的拉鍊 轉了在後面 說說說,大家如果有祈禱可以捐給我的 傳個電郵給我吧 好,好,好 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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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